这是世界历史上,迄今为止最神秘的组织,他们在幕后操纵了世界局势的走向,仅靠一己之力就推翻了宗教的统治,他们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大统一的影子政府,今天来讲站在金字塔塔间的影子集团,光照天下光明会,有些神圣的真理,启迪着人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,这些真理必然存在,在每一个世纪里,他们都隐藏了教义, 这个患病的世界需要拯救,因此行动是我们的第一要务,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明智,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,这样的工作值得神圣的精英为之奋斗,这句话是光明会创始人亚当,维斯豪普特留下的名言,这个创始人还有个别名叫亚当,维索兹,1776年5月1日,亚当和他的六个学生, 在巴伐利亚,成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,最神秘的社团光照派,这个光照派的图标,是五个中心对称的文字,分别代表了土,水,火,风,以及光照之星,亚当建立了这个组织,给巴伐利亚,或者是整个德国,甚至是整个欧洲,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 这种变化几乎是颠覆性的,而他建立秘密组织的想法,来自于他的一个学生,这个学生,给他看了很多不能被曝光的书籍,据说这些书籍里,藏着一些泯灭于世的人间历史,和无法被诗人所知道的神秘档案, 亚当从见到书籍后,越看他就越不敢相信,这些书籍里记载的内容,因为书里的知识,颠覆了他对世界,人类,宗教历史等等的观点,但是后期的,亚当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,而这些书籍,都是出自共济会,以及玫瑰十字会,他从书里得到了一个新的观点,他也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秘密组织,来实现加快启蒙运动的步伐,启蒙运动, 就是17至18世纪的一场反义性,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,光明共济十字等等秘密社团,都试图追寻,已经试传的上古历史与知识,用这些试传的上古知识与科技,建立一个以科学为首的新世界,他们想用科学代替封建的宗教思想,所以启蒙运动的真实含义,就是追寻上古神主遗留的真相, 或者让人类去探索那些曾经不敢设计的知识领域,这些未知的领域,曾经都是神的专属领域,这些知识也是神的专属知识,所以秘密社团的最终目的,就是让人类去窥探神的领域,最终通过这些神的知识, 将全人类提升到神的高度,所以没有启蒙运动,人们可能还会沉迷在神话和迷信的世界里,无法自拔,现在看来,启蒙运动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想,人类真的开始用科学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,1748年,亚当出生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上,在他五岁时,他父母就去世了,一个神父成了他的监护人,这个神父, 是耶稣会的图书馆里员,这个说亚当的神父,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,他是共济会的荣誉公师,明天的视频,我会给大家出一个共济会的详细视频,那亚当经常跟着神父去图书馆,而在宗教机构的统治下,图书馆里有很多反对宗教思想的禁书,小亚当从小对这些禁书就非常好奇,每天都在看这些禁书,所以在1774年,他26岁时, 他就在自己认知的大学里,组建了一个人文学校的秘密社团,这也是光明会的最初版本,但是他所在的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学校,学校里的教育系统,都是以宗教思想为基础,教会在当时拥有着强大的控制力, 这种控制力,甚至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灵魂,所以亚当即使在25岁时,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,也无法在26岁时,改变宗教对人民的思想控制,他只能在暗处对个别人进行启蒙教育, 而在他创建人文学校的前一年,1773年,教皇克莱门特十四时,解散了耶稣会,同年10月22日,共济会法兰西大东方社团正式成立, 咱们开头说,亚当的一个学生,经常给他拿一些共济会的书籍卡,这个学生就是法兰西大东方的会员,也是跟随亚当建立光照派的学生之一, 在人文学校创办的两年后,1776年,亚当放弃了人文学校,并在同年的5月1日,为一个名为全智慧的秘密组织,撰写了章程, 章程里说我们必须相信,人类是不断进步的,我们相信,并为人类进步而无条件的奋战, 其实这个组织的初心是非常不错的,那时候的人们,不能拥有自己的自主意识,许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, 因为教会拥有对人民的绝对控制权,教会用宗教信仰剥夺了人民的权利,并获得了人民的权利, 在宗教的监控下,普通人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土地,所以亚当要用全能的智慧改变人民的思想, 但是碍于宗教的权利,全智慧只能在地下秘密的发展, 入会的人要发誓对所有人保密,而会员可以将一些远古的知识为自己所用, 这么做的目的,其实是为了保护镇上的人民, 因为公开这些知识,直接推动启蒙运动,正面挑战宗教权力, 宗教机构一定会出面镇压,这样会连累城里的百姓, 所以秘密传播科学,传播知识是当时最好的方式, 那传播的最快方式是什么?就是光速, 以光的速度传播知识,升华每一个人,最好的比喻又是什么? 就像阳光一样照射大地,全智慧就正式更名为光照派了, 寓意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全人类,后期因为宗教的压迫, 光照派彻底转入地下,并正式更名为光明会, 寓意带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新世界, 这个新世界就是大家常看到的新世界秩序, 光明会的入会仪式非常神秘, 他为了防止受到灭顶之灾,就设计了非常严谨的入会仪式和招收制度, 想入会必须由内部人员发出邀请, 发出邀请的人,也是初级会员唯一认识的人, 所以当某个会员决定退出后,也无法将组织曝光, 因为他除了介绍人以外,不认识其他成员, 也不明白组织内部,具体有什么等级划分, 而所有内部会员不得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, 会员之间的信件交流,也必须使用一套专属的密码来写, 到了1777年,亚当在学生的推荐下, 成功地加入了共济会,在他加入共济会后, 就开始拉拢共济会的会员加入光明会, 其实这个拉拢会员的过程,也是充满了阴谋的味道, 共济会是一个成前起后,拥有古老传承,历史悠久的组织, 据说他们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神的时代, 而共济会内部,有严谨的等级划分和规章制度, 那这么一个严谨且能量巨大的组织, 是没有可能被一个新组织拉入的, 所以,看似光明会拉拢了共济会的会员, 实则是,共济会看中了亚当的光明会, 故意让自己的内部会员渗透到光明会里, 光明会被分为三个等级, 智者级,共济会级和神秘级, 智者级又被划为三个次级, 分别是初学者,智者和光明初心者, 初学者要学习拜火教的纪念法和通信密令, 智者级会简单地学习一些神秘的远古知识, 并获得一只猫头鹰徽章, 徽章上面这四个字母PMCV是拉丁语的缩写, 寓意盲人因我得见光明, 光明初心这个级别会学习各种神秘学, 里面包含了各种远古符号, 要表达的真实含义, 这一场也代表了初始会员正式的进入, 金字塔模式的层级排列, 与金字塔齐平的两个字母, 分别代表了这一层的会员身份, 寓意堪比神明, 这一层也有互相识别对方的手势密语, 两手交握, 使用不同手指敲对方守备三次, 来告诉对方自己的职位, 还有大家经常看到的遮蔽之理, 这两个动作, 不少人都有见过吧, 不用太解释, 那共计会终极, 又被分为五个刺激, 分别是宫图, 宫园, 宫师, 光明导师, 光明指挥, 这一个级别是重要的分水岭, 宫图, 宫园在金字塔的中下方, 到了宫师, 光明导师, 光明指挥这一层, 就算正式地进入金字塔的中高层了, 这两个级别, 一只脚在基层, 另一只脚已经步入高层了, 但是, 光明指挥这三个级别, 有一个硬性规定, 你必须是共计会的会员, 如果你不是共计会的会员, 就算你拥有堪比总统的能力, 也不能升级到公式以上的级别, 所以这一场, 就已经拥有操纵世界格局的力量了, 据说美国独立宣言56人中, 有53人是共计会和光明会的会员, 这一层的会员, 因为经历了死亡重生的完整过程, 所以他们之常人所不知, 但是究竟知道什么, 是什么过程, 是没有人知道的, 而到了光明指挥的这个级别, 对于远古知识, 与人类空白历史的储备量, 已经到达了媲美神明的境界, 这一层的会员, 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了, 那神秘集又包含了四个次级, 分别是长老, 领导者, 基督幻影说者, 哲学家, 神秘集这四个次级的前两集可以获得, 查阅共计会远古知识图书馆的权利, 共计会一直声称, 自己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, 这些远古奥秘, 允许对光明会指定的层级开放, 因为他们这一层, 是金字塔除了上帝之眼下的最高一层, 这一层随便挑一个出来, 都可以把臭名昭著的阴谋论, 升化到一个艺术层次上, 这一个也是知道整个世界历史, 和人类真相的一层, 他们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历史文献, 这些文献,也记载了泯灭于历史长河的人类真相, 但是因为这一层级别相当高, 所以资料非常稀少, 这一层的基督幻影说者级别, 只有一段文字说明, 我们将上帝成人, 将无限转为有限,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 我们相信, 基督和天堂是真实存在的, 但基督是非人类的幻影, 天堂也是非物质的存在, 人类也可以变成所谓的上帝, 而无限就像宇宙一样没有尽头, 有限就像一座桥一样, 你超过了桥的范围就会掉入水中,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宇宙化为一座桥的距离, 你就可以把无限转化为有限, 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, 那这种力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, 第十二级的哲学家, 根本没有任何资料流出, 究竟是什么人在第十二级是无人所知的, 只知道升到十二级, 就可以真正接触到, 传说中的另一个种族了, 1776年7月4日, 也就是光明会成立的两个月后, 一个新的国家宣布了独立, 这个国家刚独立的时候, 只有13个州, 这也应对了美元后面金字塔的13层, 还有美国国际上的13条横线, 这13个州和13条横线, 以及13层金字塔, 也对应了米国背后13个统治阶层的家族, 这13个家族, 也对应了光明会背后的13个等级, 大家这时候肯定满脸疑惑, 刚才不是说内部一共有三大等级, 12个刺激吗? 怎么一下救出来第13个呢? 这是因为, 第13层可能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人类, 金字塔的第13层, 就是传说中亚特兰蒂斯的后裔, 因为光明会的历史宪章里, 也明确地指出, 他们是亚特兰蒂斯的后裔, 因为亚特兰蒂斯毁灭, 他们流亡在地球上, 并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, 神秘的组织来控制人类, 他们的祖先并不是人类, 而是亚特兰蒂斯的神主, 金字塔与权势之眼中间这层空白, 并不是没有意义的, 则是告诉全人类, 真正的神族与人之间的差距, 就跟这块空白一样, 是永远无法弥补的, 而最顶端的第13层, 都是一些半人半神的存在, 在传说中, 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了, 因为他们体内的血液, 有一半来自另一个种族, 他们自古就被人称为皇室和贵族, 而在这13个阶级之上的权势之眼, 其实是阿尔法天龙星人的眼睛, 也是大家猜测的蜥蜴人之眼, 很多人分不清光明会和共济会的关系, 就是因为很少有人知道, 光明会其实是被共济会选中的秘密社团, 如果没有共济会的扶持, 光明会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强大, 现在这两个神秘组织, 因为人员的互通和后续的发展方针不同, 所以让人觉得, 喊出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光明会, 应该比拥有悠久历史的共济会, 更加强大, 甚至大部分人认为, 现在共济会的高层都是光明会的精英, 这也导致了两个组织在信仰上出现了混乱, 其实我个人觉得, 他俩谁更强大一些, 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, 因为很有可能, 他们都隶属于同一个组织, 或者同一个种族, 他们背后的那个家伙, 才是真正的阴谋艺术家, 影片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, 如果这些阴谋集团, 所谓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, 那曾经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, 就真的存在一个超越现代科技的神级文明, 而且他们并不是人族, 好了,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,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?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,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, 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